謝謝大家 幫你的介紹 大家好 我是高安婷 然後叫我安妮就好了 然後我今天要分享的是 它其實跟創業沒有什麼關係 它其實是我個人的一個興趣 然後發展出來的一個計畫 然後這個計畫叫自由主張 是我跟幾個對漢字還有設計遊戲區的朋友 那我們這些人從上學期開始就有在討論說 就是希望可以在學校辦一些活動 然後就是以大學生參與為主 然後我們會用比較藝術啊 或說設計的角度 來玩玩看漢字的可能性 那除了這個之外 就是我們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理念 就是我們很希望可以讓更多的人 一起來思考說一些漢字相關產業 比方說簽字 鑽科 或書法 這些可能就是在大家認知中比較老舊 那它甚至可能會被時代淘汰的這些文化行業 他們在我們這個世代的定位跟方向 那就是這樣講的人好像也有一點比較無聊 可是其實不會 就是我們執行的方式是比較 因為想要吸引大學生來參加嘛 所以我們也會用比較實驗性跟玩樂性的做法下去做 那我們最主要是通過工作坊的形式 然後它其實有一點像是文化撒冷的概念 就是大家可以想像以前60年代那種明星咖啡館的感覺 就是大家就對藝文比較有興趣 或對設計比較有興趣的使用 就大家一起來聊 然後聊一些文化相關的話題 比方說大家最常聽過的就是漢字文化節嘛 那我們就可以來想想看 就是如果今天我們策展人 然後我們要辦一場漢字文化節的話 大家可以怎麼用自己的所學或自己的背景 像是剛剛有廣告系的夥伴 然後有些人是雪上的 然後有些是機械系 大家可能都可以在這一塊 可是因為我們的共通性就是 我們都是學漢文化的 我們都是接受這個養分長大的 所以你們其實都可以用自己的專長 然後為這個文化下去做一點不一樣的事情 對 然後我會想要談漢字設計 當然有一部分也是因為我們對設計很有興趣 然後像是這個自由主導的logo的話是 我拜託一位藝術家的朋友 因為我本身自己有在藝術中心 就是當西西森這個樣子 然後就有認識幾位藝術家 那我就拜託其中一位人幫我寫書法 然後我再把他的書法就集合化 然後做成像他的印章的樣子 然後像另外這個的話是 我團隊的夥伴設計的明信片 然後大家有看得出來 這個明信片裡面 其實有自由主張四個字嗎 蛤 有 有嗎 他那個數字那邊 自由主張在這邊 看到嗎 我的手有點 軟 就是 這是因為我比較夾穩 跟小型字的概念 要去做設計 對然後大家有興趣 如果會Potoshop跟Illustrator 可以下去拉拉看很好玩 對 然後 好 然後 那我來簡單分享一下 我們辦過的活動好了 像這個是上個月辦的工作房 然後叫做婉轉漢式文化設計實驗室 然後會想辦這個活動的原因 最主要是因為 大家走來路上會常看到很多企業商標 然後你們知道他是台灣的自創品牌 可是卻是用英文來做命名跟設計的 像是UIT L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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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說 COMBITE 有人知道LATIVE的中文名稱嗎 LATIVE叫米格 那 對 那有人知道COMBITE的中文名稱嗎 來吧 COMBITE叫做乾杯 而且是我打電話過去給COMBITE 然後我就問說 請問你們有中文的7M名稱嗎 然後那客戶人就很緊張 他就問旁邊說 為什麼看人家吃飯 有人在我們走 沒錯 叫什麼 然後他們就會說 比較乾杯 不然小姐我叫乾杯 其實他會比較常用 就有時候可能 你看到一個企業 你都會說 他到底是不是很像台灣的平台 這樣子 那可能這背後的原因當然 最主要就是品牌國計畫 然後另外也是因為 其實我們雖然現在常在談設計 可是你們應該很少聽到有人在談 智庫設計這一塊吧 大部分都是平面設計 數位設計 其實智庫很少人在談 就像是大家知道 台灣是全世界唯一在用 算是唯一在用 繁體漢字的地方 繁體中文字 可是我們的智庫 智庫就是大家平常那個電腦那個什麼 微軟 微軟搭配之類的 對 所以我們 台灣大概有兩百套 可是大家知道 日本有 將近三千套的智庫 就是 其實我們在這一塊資源上面 是非常的缺乏 對 反正我們做了一些 介紹以後 然後就是讓來的人 就是請他們根據自己的 肯治爺所學專長 還有一些生活經驗來發想說 那漢字要怎麼在這些 限制之下 要發揮自己本身的優勢 然後像我記得有一個中文系的人 他就說 他覺得可以用 像是剛剛那個明信片的概念 他又覺得用 像型字的概念 把字跟圖結合 那在設計上 他就會變得吸引眼球 然後另外有 商學院的同學是說 他覺得在品牌行銷上面 就可以用漢字的一些 特有的意義跟典故 來講產品的故事 然後我覺得這個活動比較特別的是 我們在最後的時候 安排了一個 品牌改造的流程 就是我們挑了四個 英文命名的台灣品牌 然後就讓大家根據品牌的一些理念 或是品牌試圖要傳達的形象 然後重新用漢字去做設計 然後像這個 這一組他們分配到的是 P-Paper 然後他們想的中文名稱叫 P-Pay報 然後一方面是 P-Pay有對到 P-Paper的血液 然後另外一方面也是 他們覺得P-Pay這個詞 就是有代表 就是這份報紙 他們試圖要針對讀者去揚聲打造的一個風格 或是特有的格調的感覺 然後像是另外這一組的話是 Stereo 然後他們想的中文名稱是 E2 然後就可以看到吧 他們直接把這個Logo的部首 就改變成E 然後就代表 因為Stereo的主打商品就是T-Shirt 然後他們也覺得E2這個名稱 可以強調出Stereo 他們試圖要傳達的那個原創精神 然後其實像另外一組 另外兩組的話是 一組是語文T啦 然後他們想的中文名稱是 指甲 可是就感覺沒那麼厲害 所以就沒放上愛 然後最後一組 然後最後一組我們就來亂了 結果最後一組我們就想說 不要來挑那個品牌好了 就台灣名稱不是有很多藝人 也很喜歡用英文做藝名嗎 然後我們就挑了 Gin Girls 就是其他人幫Gin Girls 重新用漢字秘名 然後設計唱片後面 然後結果他們想的 這有點好笑叫 牧師女孩 然後這個設計也是 蠻怪的 所以就沒有放上來這樣子 然後所以 那其實剛剛這兩組設計 因為這當天我都蠻感的 然後那設計其實都是在20分鐘以內就冒出來了 所以我覺得其實這就是工作坊很好玩的地方 就是你把一群原本 可能像我今天教練的場合一樣 一群原本就是 本來不認識的人互相聚在一起 然後你透過很短時間 那種密集的腦力激盪 跟很短時間就是非常密集 開始去思考去討論 其實是可以激發出的容不一樣的創意 然後這個的話是另外一場活動 是我們跟外景神一起設計一款漢字衣服 然後其實因為在這個活動之前啊 我們就是現在排大做了一些訪問的調查 就是因為我還蠻好奇就是這些外景神他們平常 就是到底是怎麼學漢字呢 然後就會發現就是相對於我們而言 他們會比較用圖像的角度來思考漢字去來理解 所以我們就想要玩玩看說那字跟圖之間要怎麼結合 然後讓可能本來就是本來看不懂中文的人 然後你看到這個設計也可以跟你想到說 喔應該是這個意思 那大家看得出來右緣是什麼字嗎 啊不會不會我說那個啦那個右緣 我的右緣 看得出來嗎 想擺嗎 哎呀 尷尬 好好好直接 對 哎呀 不愧是這個 對 對 創業家就是不一樣 這是那個道裡的道 然後這是這位馬來西亞橋車的設計 然後那個中間那個他是用中國陰陽的符號 然後他上面畫了臉跟腳 然後他是說就是他覺得道不是只要用縮的 還要用靠人走出來的 喔喔喔喔 然後另外這個是這個美國人設計的溫柔不變心 他把變跟心直接合在一起 然後心化成心臟的樣子 然後很好玩的是大家知道新的甲骨文集就是這樣寫的 對 所以就是外國人他們的一個創意這樣子 然後旁邊這個是開朗的蠟 然後這個是成龍 他直接把龍就是圖像畫 然後這是亂 然後他很可愛 他還在旁邊寫說 只要用中文寫什麼都變酷 然後就接著下來 老師有點趕不及 可是接下來我想分享一個計畫很重要的部分是 我們一直有在探討的 日新簽字跟日新駐之行 大家分手再給我 六分鐘 OK啊 好 就大家知道什麼是簽字嗎 就是以前還沒有電腦印 好這個有簽字 這個 就以前還沒有電腦印刷的時候 都是用我們看到的書籍跟 都是用夥伴印刷 那夥伴印刷 他就是用於地簽字下去做排版 掃過 然後再壓抑在紙上 所以如果你們大家去發 家裡如果有任何一個二三十年 以前以上的書 都會發現 紙張上面會有一些糊塗的壓痕 那個就是前置的痕跡 然後我想講的是 現在全台灣唯一一家 還有在影業的駐紙行 只剩下日新駐紙行 然後像是這項技術 在法國 在日本他們是 國家特別用政府的力量 下去做保存的 可是在我們台灣 是有日新的老闆 張老闆一人在守護 所以自由主張 最初的計畫 跟我們到現在 一直都在討論的 就是我們非常非常的希望 可以在大學 就是在這個 比較新時代這個組織裡面 去推廣 要用鉛字和火法 火法引刷這件事情 然後讓更多人 一起來想說 就是 傳到我們這個時代的話 我們應該要怎麼 保存這本的工藝 然後或者是說 為這個老行業 去注入一個新的創意 然後 因為我們本身很喜歡 所以我們去找的老闆 非常多字 然後就也是去閒聊 那可是有些想法 就會在閒聊裡面產生 這是我們為日新設計的小報 然後就是我們去採訪老闆 自工跟一些專業人士 比方說自貧研究者 或是一位私人 有一位私人 他之前他的市集 就是採用鉛字印刷這樣子 然後大家我覺得這份報 長大有不一樣嗎 好 誰來不解 就是 就其實我們 這個份報 我們是完全模仿 鉛字的規格下去做台版 所以他們 大家現在市面上看到的 蘋果日報連合報 那種白面看的 應該是有不一樣吧 有 好 然後 這個的話是 折頁 那就是主要是我們 裡面寫了一些關於 簽字和注釋的知識 因為日新 如果大家現在去上官日新的話 都還是以口出導覽為主 然後我們會覺得說 老闆就是每次還要講個書 或什麼都才太麻煩了 所以就做了一個折頁這樣子 然後下面的的話 這些是明信片 這是生產簽字的工廠 還有這兩張 對 然後最主要是 因為我們接下來五月要在台大辦的千字傳奇州 所以現在在改一些相關的設計 好 然後那最後的話 因為我簡單分享一下 我在做自由主張這個計畫的時候 都會學到一些事情 就是 其實我們這個組織有點特別 就是我們完全是個自發型的團隊 那自發型說白的就是一群有興趣的人聚在一起 想做一點不一樣的事 可是沒有任何的經費跟資源 就很像是吃人說話這樣子 一開始的確也是 然後 所以後來比如說 大家剛看到的小包折頁明信片 都設計出來了 然後 根本就沒有印刷費 然後我就去寫信給印刷廠跟職廠 然後沒有想到折天 他們就回覆來說 他們願意全而贊助 然後就連這兩場工作坊 也是連荷包下來贊助 然後我們場地也是請台大教授們給我提忙 然後就沒有想到一切都談得非常順利 然後我現在回答起來 我覺得 他們願意批用這個幫忙 絕對不是因為說我們活動 但有多好 或是我們執行的沒有多強 都不是 而是因為 我覺得真的是 他會認同我們 裡面就是一群大學生想要 為漢字文化跟漢字文化去做一點事 然後 我覺得這一點 包括我從一開始的藝人團隊 等到現在有這些活慢 願意 可能犧牲課堂跟犧牲社團以外的時間 然後一起來做計畫 一起來設計 真的也是因為大家想要在日常生活裡面 去具體實踐一些 你本來想過的事情 可是你也沒有機會去做 或是說 你真的想要去推廣 漢字跟漢字文化價值 就說真的 我們也改變不了什麼 我們做的都是很微小的事情 可是我覺得當你在這些 很微小的實力點上去努力 其實是可以看到 跟可以去發現 你原本感受不到的事情 所以這就是我第一頁在自由主張旁邊 達成物量的價值 然後我今天很想到這裡結束 抱歉 然後 我會不會用下子 就是你的樣子 你跟誰是說 我們可以用來的 我會用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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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看